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足底甘膜炎究竟是一回什么事 它是会有什么病症 一般患有这个疾病朋友 它都是当它早上起床的时候 双脚一落地就会感觉到刺痛的现象 然后或者它们走到15至20分钟之后 这样的脚痛的情况就会得到舒缓 这个就是一般足底甘膜炎的症状 与此同时 大家也都应该理解另一种脚筋痛的情况 是这个脚筋炉栓 它和这个足底甘膜炎呢 其实是有一个区别的 足底甘膜炎呢 一般的病患者 它都会有这个红 烈 胀 痛 四种病症 但是这个甘膜炉栓呢 它基本上应该就没有这个红 烈 和肿胀这个情况出现 而甘膜炉栓呢 就往往是 当你站在这儿开始觉得痛 当你越闲 越站 时间越长呢 是那个痛苦呢 是会慢慢增打的 那么这个病情也都是相当之困扰 那么不论我们是有这个足底甘膜炎 或者甘膜炉栓 我们首先要了解 有些什么方法 是针对性 处理我们的病情 如果你是感觉到 女衣无效 你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我 以下这三种分析的处理方法 第一 就是 什么时候用冰敷 什么时候用烈敷呢 一般情况呢 如果我们感觉到 有红 烈 胀 痛 都不适宜烈敷的 按急救的原理呢 你有肿胀 有肿胀 有肿胀 你适宜冰敷 冰敷 是可以将你的环处降温 消炎 还有一个震痛的作用 那么如果我觉得 你的脚弯 那个弯处的位置呢 是感觉到痛苦呢 有这个痛楚的情况出现呢 就应该用冰敷 冰敷大家要注意 如果我们直接找到 很多的冰粒 围着那只脚呢 或者直接整只脚 放到冰那里呢 可能时间长了 会冻伤到我们的神经线 这个情况我都尝试过的了 是会令到 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幻处是一种 酸酸軟軟的感觉 那已经是冻伤了你的神经线 那其实 如何处理冰敷呢 我觉得很简单 我们可以DIY 其实呢 这些我们的超级处常 都买了很多点心 那这些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冰格了 那我们装了水 放到冰箱里 过了晚夜 就可以 找两个这些 自制的冰粒的冰格 放在一盆凍水上 那些冰粒放了下去 我觉得呢 当你的脚 放在那盆冰水里面呢 那盆冰水是会包围着你 两只脚的 那那个 接触面呢 是最全面的 是好过冰粒 冰粒呢 有可能 你整只脚放在一桶冰里面呢 可能自压他场 凍伤了 或者凍伤了神经线 而那个接触面 也都不是那么全面 那何时做涅夫呢 没错 原理上 涅夫呢 是的确可以令到我们 加速我们的血重环 促重 新层代謝 但是大家要 理解清楚 当你的伤患 还感觉到痛的时间 即是证明 它未正式康复 如果在这个时间 你错误做得涅夫呢 我觉得是有机会影响到病情 因为大家可以想像 热力呢 可以令到皮下的组织 和血管是膨胀 是令到你的伤患呢 更加大的压迫感 以及已经发炎的地方 它已经在一个膨胀的状下 你还要施以一些热力 令到它更加膨胀 所以我觉得涅夫应该呢 就在你康复了之后 才做这个涅夫 加速它的血液重环 打走一些肺料 那就比较妥善一些 好 第二个要点呢 我们是讲 做物理治疗 很多部分呢 可以这么说 我都接触过 有部分的医疗能源 物理治疗尸 骨科医生 或者是一些 足底的矫形治疗尸 他都建议 患有 脚肘痛 足底筋膜炎呢 最普及的两种 拉筋的方法 就是推着腹肠 架涉前面的腹肠 前脚就曲的 后脚就重量伸直 他的原理就是拉伸我们的小腿的根 原理上这个是对的人 但当我们大家评估一下 如果你是脚肘的位置痛 那你是适不容易做这个动作 或者用很大的力量去做 如果你过分动力 或者时间太长 或者那个小腿 那个身体太直 伸到最直 这样呢 有个情况就是 令到那个 我们的脚肘 碰着对面的脚肘 那个位置呢 就更加受力 如果那里本身 是出现了一个伤患 你给了一个 撕了一个 过大的压力给他呢 那他呢 是会令到 那个伤患更加 重有机会 那我反而我自己个人觉得 如果是要拉松这个 小腿 或者是那个脚板底呢 我们宁愿是 自己 找一只手 慢慢轻轻拉这些脚趾 因为有些迷智师 我都见的 他们建议我们用这个毛巾 包住那只脚 的前端 伸直的脚这样拉 这个也可以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 不可以用力过度 因为有些时候 你就不适合的力量呢 这一对手呢 用力大了呢 就会 扯伤了我们的足弓 甚至乎 我们已经受伤了 脚肘位 所以呢 大家可以考虑 这个也是某个物理治疗师 挺好的 他教我就是轻轻 这里给一点张力 这样扯一扯 脚筋 就可以了 第二个动作 有些医护人员都教过我做的 大家就看自己的情况 会不会合纳 他就建议我们 躺在那里做 把脚 包住 把前掌 跟着伸直 90度扯直 他 给西方力 这个呢 就是拉松 我们这个大腿筋的 那无可否认呢 如果我们的大腿筋 和小腿筋 拉松了呢 对我们的 后脚筋呢 都有一定的舒缓 这个我是认同的 但是如果你说 躺在那里拉松 流行扭机 用力过得 是拉松了我们 那个足弓 因为我们这样拉的时候 这个脚筋也都是受力的 所以我整天呢 希望呢 大家可以留意 当我们拉小腿筋 或者大腿筋的时候 如果你的脚筋 比较痛的时候 那就是 那就是 力量是多大 如果过分用力 或者时间过长呢 是有机会出现 一个反效果 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 反而呢 我是建议大家 做一些 比较安全一点的动作 其实以往那两集呢 我讲及这个 绝帝今晚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八段感 第一色和第六色 第一色 双手托天 李三照 喏 扑拾 抱着个掌 慢慢吸气 向上推 我头向上摸 同时间 吸气 收腹 慢慢落 呼气 呼气 骨头呼气 正在做这个 逆式呼吸 逆式呼吸 逆式的 複式呼吸呢 其实也都可以强化我们 中医里面所说的三招 哪三招呢 是吧 我们的器官呢 是对我们整体的身体 的功能 都可以 留一个 促中 帮助他 符合正常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 亦都是我过往 这几个礼拜 我正在做的太极 因为我觉得太极呢 亦都是可以松到我们的脚筋膜 那 比如 我建议大家可以学这个 阳式 二十四式 是吧 起式很简单 補球 野马分钟 看不看呢 我们的后腿 亦都是 已经在做 你自然之间 建议我们的拉筋的动作 因为很多套太极拳呢 当我们 做某些动作的时候 都是拉着我们的大腿 小腿筋 亦都令到我们的 脚后肩里面 有一点 张力受力 或者是 这个都是 可以一个松筋 和 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亦都是帮助我们 微重环的 如果持之以恒 练这些太极拳 我觉得呢 是帮助我们 通回我们的经历 整体 重环身体的 伸臣多謝 都会有一个一定的作用 好 我们刚刚刚说了 有两个要点 就是说 第一要处理 什么时候做兵夫 什么时候烈夫 不要 家庭性 不要搞错了 不要有反效果的作用 第二就是说 我们 除了做 麻利治疗 如果你觉得麻利治疗 真的帮到自己很多 也都是 持续有一个果善的 情况出现 不妨是继续做 但如果说 哇 做八年治疗 做了十几次 二十次 效果仍然反复 甚至乎反复 向下的 大家就要 想一些方法出来 如何帮自己 送回我们的经浪 那我就建议是做 打击 我现在就是做打击 那第三样东西 大家也不应该忽视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说我们的 Footwear 我们穿些什么 鞋 或者拖鞋 都好 那如果你 觉得的情况 是说 在家 我就穿拖鞋 舒服很多 但是 上班 我出班的时候 如果穿到皮靴靴靴靴靴 就觉得好像 那些痛的感觉 就强烈点 明显点 那就是 告诉你自己知道 其实 那对脚已经给了个 送号给自己知道 叫你说 要留意 穿些什么鞋 但是 避免是影响到我们的病情 甚至乎令到恶化 那 有些朋友呢 就是穿些球鞋 就薄 那头的 好像我现在说的这一对呢 我之前是穿过的 那我就 练着功夫的 那薄身的鞋 但是 对这些转马 那个呢 是会好 比较灵活性 是大一点的 是不是 但是 同时间呢 亦有机会 伤到我们的脚筋 还有 跑步 太薄那些鞋 都不是那么适合 甚至乎 有些 有些 扁平足 或者是 扣形脚 那 影响到 扁一边 下肘 一边 虚了 那 令到 另一边 譬如是 你的脚的 腹质那边 受力 因此呢 就很容易造成一个 疲劳过度 而路舜 发现的迹象 那 大家也要 经常留意著 你自己对科学 或者同学 会不会虚卖一边 虚了一边 一定会不会一对生下 那 那我们究竟买些什么生下呢 我就 扭这个 甘膜炎 和这个 甘膜炎 已经超过十个月了 那 始终觉得 气展霞 会好些 如果真的 一定要着波 的话 这些 半气展霞 只是后爭的 接着 另外一只 就是 全气展霞 是吧 覆过 前掌 后掌 那 气展霞 你都可以 考虑 买一大 一个马 如果你觉得 保护性不够强 都是觉得 穿下去很硬 那你可以 考虑 用两个 新构霞 放在同一对鞋 那里 加大 保护作用 甚至乎 我亦都买过 另外 另一个 品牌 運动鞋 另一个系列的 神殿之宝 1380元 用那些 刷子的 膠来做 那是 鼻震作为 相当之好 但是 我觉得 大家要理解一个 概念 我过往 八个月 九个月时间 就试了很多波 自己初时 觉得 以为 会不会做一些 就是 气展 或者 保护力 减震的力量 最高呢 就帮到自己了 但我觉得 效果 都是一般 都是可以 很反复的 就是因为 我后期 自己 探索到 尝尝时间 感觉到 穿拖鞋 和穿拖鞋 是有区别的 即使你 恶促当时 穿到千多元的波霞 它始终 在一个情况 出现就是 看到 我们的 肘的位 因为波霞的设计 其实 基本是比你做 做运动的 很多时候 会锁我们的 关节 很硬身的 尤其是 脚肘 这个位 很硬身的 大家应该看到 很硬身 这些位 这些位 那变了你 鎖了你 这个脚肘 你那边 那个筋膜 就 比较上 不能转移 坚决了 弹性 长期的 鎖了你 我觉得 那个筋膜 我们的受伤部位 就是长期受压 我自己比较过 我根本穿拖鞋 是舒服点的 因为我多下 那个脚肘 和脚后跟这个位 没有被这些 鎖緊了 同时 你穿拖鞋 没有走一步 那个时候 你的脚肘 可能都会有一点 离地 变了你的脚肘 那个位置 受伤位置 是有充分的时间 让它休息 而没有走一步 那时 最多是 起一个按摩的作用 就是不要说 穿一些皮下 或者一些皮下 或者一些皮下 过緊 而包住 围住 你的脚肘 来包住 它 令到它长期受压 那我现在觉得 怎样呢 家里当然穿拖一下 那 上班 我促的时候 那没办法 我们都是要 穿鞋 都不想说 影响 有两个儿童 那么厉害 穿到拖鞋 回去洗自由 或者什么地方 可以考虑 买这些了 墨拢的拖鞋 这些都是 墨拢的拖鞋 因为穿了在这里 前面人看 是觉得 正常不觉得是一个拖鞋 但后面呢 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 给到足够空间 不会绑住我们的脚肘 给到充分的 那些 这个呢 我觉得呢 对于一些 脚肘痛的朋友呢 认真 要考虑 消化一下 这个做法 帮不帮到你自己 如果你尝试 觉得帮到自己 你可以考虑 真的买一双 墨拗鞋 我促的时候 穿 或者 又试一下一些 气墊鞋 或者 买一些 漂亮一点 鼻震力强一点的 拖鞋来穿 那看一下 区别 有多大 如果你是我的情况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区别 我就会 我出时间 就选择 穿这个 但如果你们个别的情况 不同的 你觉得 咦不是哦 我穿些 鼻震力很高 的 运动鞋 都很舒服哦 都可以减到震 和减到我的痛 那 没问题的 最紧要 你自己觉得 是合适 舒服 和 帮到自己的病情 就可以了 但是 我的情况 我就觉得 穿这个 穿这个 比较舒服 五六十元一对 如果穿蜂拗鞋 你觉得 咦 觉得 底部也比较硬一点 不要紧要 我现在想到一个 这个处理方法 就是可以买一大 一个 甚至乎两个 沙士文龙塔 叫一下 那 你 在它 原本 这个 这样的 限截 下面还可以 放一个 舊的限截 那截一截 那 你会 加团到 保护作道 踏下去 就没有那么硬身 而且你走到的时候 这个负责位 你走到的时候 那 有足够空间 让它 移动 这里 不会迫得那么近 因为现在 一般 香港 现在 这个是 2015年7月的时间 6月和7月 一般都是 32度 至34度 市区很多温度 我们人体 受业会膨胀 包括 我们的脚部 那 如果你 冬天穿那双波霞 夏天 也穿那双波霞 但是 你的脚的衣服是不同的 你 可能 多了 几个厘米 那你就会 比你那双波霞 压抵得 比较辛苦一些 比较 那 会结到你的脚 就会影响到 你的脚筋痛的情况 所以呢 如果 大家 考虑 穿麦笼拖鞋也好 穿一些 鼻震力高的 波霞也好 如果 都是 考虑 用这个 雙重 霞展 大家可以 考虑 马达 沙士 要不然 你自己 放了两个霞展 内 正常的波霞 你会感觉到 很逼劫 还会反作 影响到 你的脚筋痛的情况 好 现在说霞展 说了波霞 说了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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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霞展 在我刚刚病发 之后三个月的时候 看骨科医生 他建议买这些霞展 278元 但是我试了两次 我觉得很硬 这些膠很硬 但是 穿了拖鞋 放在里面 可能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他原本的足弓 是 更高 自己的足弓 你压下去的感觉 你就是 相处 给他 施以一个 比较大的力量 那么 越压 我觉得 就越不舒服 这个我个人感觉 但是原则上 理论上 是这样 浪高你的足弓 那就可以 令你的扁平足 那时候 那个情况 那个回度 加大了一点 那也是 在原则上面 都是可以令到你 舒缓到你的 脚筋痛 或者避免这个 竹底筋膜炎的发作 但是我觉得是 是 康复了之后 才弄 还有是 弄得短短的时间 比如 一日五分钟 十分钟 而不会令到你 脚痛的 那便令到你 足弓流 会过了线 这件事 我觉得是好的 那就是看你 加短性 何时弄 但是现在 我自己试过 当我脚筋痛的时候 弄这些下肩 比较硬身 和这个下肩的足弓位 比自己的足弓位 因为是压得令到我患住 更加受伤的严重 打了 所以说 不是说不好的 是看你哪个階段弄 我自己觉得 包括这些 下肩呢 都是比较硬身的 那如果你的脚已经受伤了 你再用一些硬物去压一下它 那我觉得是会 有机会令到情况严重 但如果你的脚不痛 就好了 那压一下位置 压一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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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回到 那便是好的 我就这样理解 但是 当然 如果各位朋友 你觉得弄过 是好的 那我也建议 你可以继续弄的 是吧 但是 很视乎 个别的情况 有些人弄了 是不舒服 就不要弄了 因为 你未必适应到 可能令到你 走了一个星期之后 痛得很多的情况 那便不必了 那你限制还有几只 这些砂糖 那它们强调呢 这个脑泉 这个位置 是缺起点 那便能按摩你的脑泉 脑泉 对我们的神障 是有些帮助的 那就是神主骨 那你根骨受伤 那按摩一下这些位置 其实是正常 但是 那就是当你重复 那一天 走五千步 三千步 路 这个 这样的 楼泉 楼泉 捕了一些旧的东西 就可能会 等得都比较上 挺辛苦 如果你吃不到 这些事来说 我觉得 也挺软身 但是 但是 那一天熱意 那种感觉 有些人觉得软身 那一头 就觉得很吃力 走到那时候 沙力很多 这样 这样 再说 这些是后肘 的 的 膠券 但我觉得 我路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效果一般 而且 你摄了一下里面 你这个摺柜 可能 令你不舒服 因为 你本身的摺柜 这个摺柜 会令你不舒服 这个摺柜 会令你不舒服 这个摺柜 会令你不舒服 比较旧 比较旧 摺柜 没有摺柜 那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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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不摺柜 那摺柜 反而 这么多摺柜 那摺柜 那摺柜 我觉得这摺柜 比较好些 那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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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着你的伤 完全令你很辛苦 起码不会令到那个伤位 越来越伤 而且有些特性是 这个 有一个僑位 大家看到 看到 Narcide 是不是 他招顶 这是放着足球 如果足球 受到有伤 放着他 便按地很油力 这个石球搜力 甚至软 那 比如你壓下去,因為受力可以壓扁一點 那就不會壓得你很辛苦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們堅持,你覺得我還是要穿球一下,或者皮下上班 想加個霞展舒服一點 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個人意見,這些好一點,安全一點 你看到吧,軟身一點,還有你中間的位置也幫你拉住 即是說,希望你全隻腳掌都是一個接觸面 變成你每走一步路,每一點都受力 即是間接令到你的傷頑處的位置受力的程度 減少了20%或者30% 原本我們這隻腳,如果這裏沒有曲起,舊東西只有部分 七至八成的位置受力 中間這個位置凹了這個位置,是觸碰不到地的 這個觸攻位 如果這裏觸碰到接觸面,我們整隻腳掌都受力 力量比較平均分負一些 這些都是說一些適合的霞展 就算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也有些挺好的 我現在這隻很好,但我找不到第二隊 很少有這些,外邊有些觸攻位 有些承托作動,是舒服一點的 以上這三項,我覺得 大家也值得留意下的事項 都是可以配合到大家的醫治 這個療程,因為 當然,香港人一般的生活很急速,都希望縱化處理到自己的病情 希望三五七日,兩個星期 就可以徹底,將自己的腳踏這個病情跟進 但是,其實生活就不是了 就真的要大家給點耐性 還有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向 不要走錯方向 你自己覺得 哪一類型的方法去處理你的傷勢 是有明顯 而一個穩定的縱展呢 大家可以堅持做下去 如果是太過反覆,大家希望都可以 甚至找到別的方法去幫助自己 不可以單扣吃藥,單扣物理治療 比方,如果你只是吃藥,打針,物理治療也好 如果你是穿著鞋子 或者穿著一些波霞,太緊身,太夾 夾到你自己的腳太辛苦 甚至是蝕殺的,你自己也不在意 我覺得你可能 以把三五七年,可能都未必能夠徹底把這個病跟著 因為你 一方面正在治療的腳 另一方面正在做一些 反方向的事情 令到他的病情 惑化 是不能給他足夠休息 講起休息,大家都希望能夠注意 在晚上 十一點前,最好十點半 那就可以真的休息了 因為 根據中醫的學說 十一點我們就 肝經、神經那些就運行的了 如意 這個腎、主、骨、肝、主、筋 那大家都應該給他足夠的時間 休息 這樣才 我們損壞到那些細胞才能夠可以康復的 那麼 講起 肝神 在這裡大家可以再重溫一次 其實我以前 在三個星期之前已經講過一個的了 在YouTube那裡 再介紹過我們剛才所講的八段感裡面的第六段 我也覺得是相當之扭辱 也都是比較安全的拉筋方法 就是 這隻 雙手攀腰、護腎腰 你看到這裡 兩隻手 在這裡 我們正在行的膀胱經 肝 肾 胃 皮 一直是這樣推下去 這點位 雙腳伸直 推到做 去到腳額就起來 同樣呢 是一個很安全的方法 去拉到我們的 大腿、小腿 但是 另一個區別 就是跟剛才我所介紹的那些 物理治療的拉筋方法 就是說 我們的腳跟位 是 不受力的 那我 最欣賞這個做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腳跟位是受傷 是感覺痛 如果我們經常在那裡撕力 撕力呢 令到它痛的 如果我們 那個affected area 的傷處 經常都受力呢 我覺得是 比較上 很難好 沒錯 我們希望拉鬆 大腿根 拉鬆我們的小腿根 是令到我們的腳跟 都是可以 鬆弛一些 但是 如果做某種動作 是令到我們的腳跟 受傷的位置 更加受力呢 那可能 可能有機會 要在某種程度 給予一些 副作動 但是如果這個 我側面做一次 雙手攀腰 護腎腰 直下 看不懂 直腳伸直 拉到最狀 拉到多少 多少 慢慢起 打打了再做多一次 跟著 剛經 神經 直推 碰住我的雙腿 去到腳下 變回身 希望呢 大家能夠注意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 選擇穿什麼蝦 我現在 三十幾棟蜜都不穿 有可能 蜜都不穿 因為蜜 你撲在裏面 都會影響到 那個血循環 這樣 這樣就 都會有少許影響 我們注意 我們要穿些什麼 適當時間 例如做完運動 或者是 做完打擊 都可以 用冰水敷一下 這個溫度是 很合適的 你敷完冰水 你會覺得 直腳舒服很多 因為它有陣痛燒煙的作用 也配合我們早點睡 做好我們的 安全的難燈動作 我建議做了 我做了打擊 幾個星期 我覺得是 有一定的幫助 注意 氣息 希望大家早立康復 希望大家早立康復 今天呢 就是7月4日 2015年7月4日 也都是我的生日 那我這個video呢 就當 送一份禮物 給自己 也都送一份禮物 給身邊 環流竹底金河燕 腳筋勞選 的朋友 希望 大家共勉節 可以早立康復 可以過一些正常人的生活 因為 我感覺到 我也是很清楚知道 環流竹底金河的時候 乘地鐵或者等巴士的時候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長時間站在這裏 令到那個 腳跟手力 那種痛呢 那種感覺 是真是比較難受的 但沒辦法 今天能夠和大家結束 都希望 大家共勉節 可以 一齊 裹上這個情況 希望大家可以早一天 脫離這個病困 早一天全面康復 這個是 我 帶給自己 和身邊 所有患有這個疾病 的朋友 的心願 祝大家 身體健康 健康 就是無家道 一個人不需要擁有太多 但最重要擁有健康 即使他有 多少的金錢 多少的權力 當你患了一個 長期病患 影響到你正常的生活 你都是不好受 相反 身體健康 心中腹漏 你得到最寶貴的健康 放開你的心情 太極 可以移神養成 令到你的心境舒暢 聽下這些柔和的音樂 令到你心境開朗 就算你不可以擁有 你自己的心中最慌望的東西 你也很享受一種靈靜 好享受一个健康的体拍 这些才是我们首要 和应该处理的事情 祝大家身体健康 感谢观看